全会通过的决议共七个部分 在内容摆布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历史教训 分清历史是非不同 这次着重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那么做这样的安排主要考虑是 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 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 前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 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是实用的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但总体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 前进方向是正确的 许多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符合实际 有利于推动全党增长智慧 增进团结 增加信心 增强斗志 第二个特点是 对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 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做出系统总结 对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 四十周年 也都做过了系统的总结 基于此 这次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 用较大篇幅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 变革性实践 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的成果 这有利于引导全党 全国各主人民 进一步坚定信心 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迈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